你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营基督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来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新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 那我们在看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还能够看门道 能够对这些议题背后的制度文化政治经济的因素 可以有更多的了解跟讨论 那我们有Podcast频道 也有YouTube频道 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很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 更好做更多的报道 以及更深入的讨论 我想关心我们节目的朋友 应该都知道我们这一阵子 因为九腔这部纪录片的上映 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当时在五六年前 我们做的访问的一个回顾 那其实我也趁机来看了一下我们过去所访问的主题 我发现我们其实大部分关注的都会是一个社会行动者 就是社会抗争者的面向来讨论 那当然在九腔里头就会有另外一种角色 就是警察 那这个警察其实常常是整个国家体制的一部分 从抗争者的角度来讲 当然会觉得说你警察维持秩序 可是其实你也会去影响或是对某种抗争的一种 一种限制甚至是某种的镇压 可是如果我们回到了这个警察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 恐怕又是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再去讨论的部分 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要谈警察的 不单只是要谈警察的这个劳动处境 我们要看的是怎么样从警察的面向 以及他真正的这个所面临到的问题是什么 那事实上在五六年前我们的节目里面就访问过今天的来宾 那今天来宾其实是我们第二次上节目的王伦宇 伦宇你好 是老师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对伦宇是一个基层警察 不过最近好像也开始在攻读博士班是吗 是的 目前在挣扎 挣扎攻读博士 那最主要是访问你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因为你最近出了一本书 活得像穿制服的人 我是警察 一下我第一看到我是警察 就想到的是这个吴剑道里面 我还猜人 就是警察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因为我很喜欢看这个香港的电视电影 那另外一个部分事实上 也会想要再请教你来访问你的原因是 我们知道这个九腔这部纪录片上映 警察大部分对这件事情可能就比较不会去谈 或者是我们看到很多人会站在 出来从警察角度来做论述来做一些讨论 不过因为你不只写了一篇文章 也谈了 也甚至也参与的这一后应后座谈 所以我想也许我们可以从九腔这部纪录片开始谈 就是一般的警察同仁 就是在看完九腔这部片子 有什么样的反应 就是说应该是我多少警察曾经看过 然后他们看完之后什么反应 那你自己在对九腔这部片子里头的 不管是对阮国飞部分的描述 或者对警察在处理过程的描述 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九腔这部片子 我大概可以看过大概三次了 其中也有参加过几次应后作者 自己的想法 其实我有写过几篇文章 在自己个人的版面上 可能就比较直观 就是说这部片子 我觉得他呈现的最后意思是他能够去记录了一个事件 发生的一个片段 对于相关人等的影响 他能够跟我们说明说对 这不是只是一个诚信远景跟软性移工这样的一个事件 它是一个故事 对相关人 不管是整个警察社群或是移工社群都很深远的影响 那如果有像那样的记录片的话 他可以跟我们也有完整的回顾 说他的状况到底怎么样子发生 那我曾经说这部片带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 或者说是我刚下一个情绪的机动事物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看完所谓的 新竹移工警察的执法冲突的 真的现场记录 我任职警察 那我也作为一个社会研究者 同时也参与过很多警察教育相关的事物 在我过去我从来没有看过这部这这段影片所谓的现场方面的 就是密录器拍下的那段影片 对 那 变成说其实我们很多探讨到说到底现场发生什么事情 警察该怎么做 他到底是什么 不管探讨到一个手段的合法性 或者是说一个比例原则的问题 其实我们都是基于想象 嗯嗯嗯嗯 那这样子到底是真的有照到案例交易的效果 在我们探讨到所谓的交易训练的时候 我们都会说一个现场模拟 最重要的是说 能够让学员去真的去理解到现场的状况 他要有一个亲身经历的感觉 他能够带入 那这会就是说让官方的资讯的呈现 嗯 但是其实让很多官方所谓的案例交易 大概都是两面 对一面A4的 现在就可以讲说 哦是的 最近在 最近什么发生的问题 因为他也不会讲地名跟人民 他就只是圈圈分局发生什么 发生什么问题 然后警察怎么处理 他涉及到的法律有什么 大概就这样一面交代完 嗯 有点纸上谈兵吗 对 跟人说其实他只是一个事件报告 他是一个案例的 OK 案例报告 会不会是一个案例交叉 那变成说 其实大家个人不知道到底是有什么经过 为什么 那个当事员警察遇到这样的事情 那他当下的判断是什么 他能他选择要去使用的手段 像以 酒枪为例 他使用的警棍 使用辣椒水 最后使用到的警槍 那中间的选择是因为什么 其实都没有人知道 他到底现场看到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就像 我会举例子是说 就像去年台南暗好了 嗯 台南暗本身来说到现在也不是所有 原警的反过所谓的现场影片 那变成 有趣的事情是 很多长官想要对这件事情做一个宣导 想要跟基层原警做个讲说 想要做个教育的时候 他们有了各自的版本 我至少听过四周 包括从原警怎么遇到犯贤 跟原警为什么会去现场 大概六四 大概大概大概六四套剧本 大概只是主轴 主轴是这样 嗯 所以几乎没有人真正知道 到底是一发 到底是一发这种经过 就算是高阶长官员一样 嗯 那表示说什么 其实没有人可以意识到问题 如果我们连整个事件的记录都不知道的话 其实没有人都知道到底他们到底出问题 嗯嗯 那变成说对大众而言 这件事情就代表了 新竹死了一个移工 台南死了两个警察 嗯 那其实对警察也是一样 我们大家都只有这样子的认识 嗯嗯 我觉得这蛮重要 就是先不管大家对这件事情的评价是什么 或从站在什么样立场来看这件事情 那但是很重要是说事实的还原嘛 那我想 呃我其实对蔡重荣导演的电影的评价就是 他非常花了很多事情 不管在早期在做什么 导国杀人系列的这些影片 他都尽可能去做事实的还原这件事 也就是说我们一般 呃所谓的客观就是要把事实呈现 这才叫做所谓的客观 那但是反过来 从这个警察这边的角度 反正我们的警方也许会拿这个案子 做教育训练的这个素材 可是我们其实对这个教育训练的 呃对这个素材的本身 完全不知道他的实际的状况 这听起来有点有点荒谬 或是有点吊诡哦 那但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啦 可是在这个基础之上 那大家总是会对这件事情是有一些评价嘛 对不对 那我不知道警察同仁 如果看到了这部片子 我们当然看到在蔡重荣 或在九昌的这个脸书下面有很多 呃对蔡重荣的处理方式是不以为难的哦 那可能也有人说他是警察等等 就你所接触到的警察同仁 他们是怎么看这部片子呢 嗯我觉得大概就比较偏向是两个 两个不同的方向 一个就是可能说他们对于这些事件 本身是有兴趣做进一步的了解 想进一步才有这些事件 那他们可能就会有去想要去快看这部电影 那另外一部片子就比较单纯的基于说是一个二元的轮 他比较沾移工议题的角度去去反应问题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 这是不是在批判警察的故事 但是我对于这部片子觉得来说 他其实并没有刻意的去评价 那个警察或者是移工 在这些事件的当事人本身 嗯 他是藉由这个事件去带出了一个 一系列的一个社会议题 这个这不凡是移工那个族群 在台湾社会遭遇到的状况 以及在政府机关如何驱逐 这些问题上面的一些 附事经过 那是一个是安全的环境 实际上他也有去监督到很多软火费 那过去的一些费力 甚至他可能违法的 甚至到违法事件的原因 所以你要说这个是 在单纯的要去评价 或是把个人去做一个标签 我都觉得这个都是 嗯 是没有到这部片子想去讨论到问题 这部片子是在讨论事件 像非欧的议题 嗯 所以其实就我自己 我觉得 不管 各位警察朋友 不管对于说 到底对移工议题 有没有更深一步的兴趣了解 我觉得单纯就 以自己工作 你的小态度 这部影片呈现了一个40分钟的现场记录 以及后续 相关人员对他们的一个探讨 那我觉得是对于 大家想要去更了解警察 或者是说警察想要更了解自己 都是一个很好的媒介 嗯嗯 如果从这一部片子来看了 这部片子当然他的主题是在这个 非法移工转国飞 他的遭遇 然后不管是他可能过去为什么来台湾 甚至他回到了越南他的家人的反应 那当然 很大的一部分是在处理这个警察的这个 呃这个枪击的过程 以及那个你也啊 就是所谓相关的这个所谓的制度的 这种讨论 那你从这 从你自己的经验来看 就是这部片子在谈警察的部分 当然描述了警察的一些问题 有什么还不足够的地方吗 他有了什么东西 是可以帮这部片子从你的角度来帮忙做补充的吗 其实这部片子其实对警察探讨的没有到很深入 毕竟整体而言 他是要探讨移工族群 在台湾社会上的一些遭遇 对 所以他 他对警察描述没有很多 他其实对于警察行为 他本身也没有给予他情下的评价 因为他就是当一些相关人的知数 也没有导演他的一个给予事件的本身的一个旁白 或者是他的自己的主观的见解 那我可以理解说 制作团队他们的中心是在移工议题上 所以那边的成年当然会比较少 那我自己 我自己有感触的是说 他们这部片子有一段是访问到了警方的家属 对 然后他警方家属上面就说 他只是一个20岁的孩子 这句话其实让我有一些感触 其实就我自己的认知上 我觉得 就算把我放到那个现场 当时袁锦他也大概是毕业两年 大概21岁22岁这样的年纪 我自己21岁22岁在那种环境 我可能不会处理的比较更好 我可能会 可能甚至会让我周围的人陷入危险 有可能 所以 确实他是只是一个20岁的孩子 但事实上这样的一样的孩子 去一个人拿着枪 要面对这么这样庞大的社会问题 整整共众多人的意志 这些状况 去让他这样的也是我们的社会 如果你说他没有准备好去面对这样的环境 那是谁的问题 我就觉得来说 当然我未来说 有可能有更多 对于本案来说 警察的一些议题的探讨 可以包括训练方面的 包括勤务编排方面的 包括警察人力使用上的一个编织问题 包括装备上的一些问题 都是在片中还没有完整呈现的部分 如果未来也可能有人可以真的这些个案去延伸到这些议题的探讨 那可能就是对我们整体被我帮助 嗯 的确 这当然这个并不是主要的这个片子要谈的这个重点 不过你刚刚谈到一个就是 呃这个陈信元景就是21岁22岁的孩子 我觉得 我觉得事实上回想到那个状态 或是如果我们自己在那个当下 那我们的装备不足 我们的人员不足 甚至我们的基本的一些知识不足 我们到底会怎么反应啊 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讲 我们可能要顾虑说 呃的确他这样一个做法是有问题 然后事实上也受到了惩处 可是这个社会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是只有给他一些压力吗 或者说我们更能够去理解 呃这个人背后的养成的过程 这个警察制度背后的养成过程 我觉得是更重要的啊 那当然谈到这个警察背后的养成制度的过程 这个我其实在这部片子 呃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我刚好有个学生 呃他其实是一个外事的警察 那我就跟他在讨论这件事情 我说那你们做一个外事警察 每天都要处理很多的移工的问题 那呃 你们有些官 对你们到底对移工有多少的了解 为什么会 他们会逃跑啊 为什么会去所谓的逃逸 或是转换他的雇主工作 这件事情 那他告诉我 他告诉我说其实他们在当时 他还是警官学校 那并没有什么太多的 这种有关于多元文化的这种训练 或是对于这些移工的这些处境 在当时是并不是太未了解 那对于移工的认识 其实大部分来讲 也都是学长学姐的这个 口耳相传 或者是社会里面传统的这种刻板印象 特别是五年前 这个刻板印象可能是更糟的这种状况 那我不知道在这个阮国飞事件发生之后 在警察的教育体系当中 有做什么样的改变调整吗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首先 我觉得要先说我认知到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主要强调的一个点 他软国飞这个案件 他并不是在处理所谓的失恋移工 虽然他的身份本身是失恋移工 但是警方在这个案件 他们当初接获的报案 是以民众报案说 他们的车辆被一个人毁损 就是现行办的一个现实案件 我后续回顾法院或者是监察院一些这些机关 去对这些事件的回顾记录 在警方抵达现场的时候 他们就直接看到软国飞在车内 被砸坏的车内 然后他们在跟他喊话 在喊一两句话的时候 软国飞就直接从朗目玻璃跳出来 然后跟警方倾行自己冲 所以在这样一个很短暂的一个瞬间 接近到这样的一个警民冲突的情节 我觉得你很难说警察 他其实已经是基于现场完整的资讯判断 说对 这个是一个移民 然后他找到我对他有什么刻板印象 那我觉得他有什么执法 其实我觉得 这是有点过度的去简化这件事情 不是因为软国飞是移工 他就变成说这是个警察移工的事件 更直接来讲 我觉得今天就算软国飞 他是个台湾人好了 可能到最后结局会是这个样子 这个其实是跟台湾整体 对于警察的情务 或者是警察角色的定位 甚至还有所谓用枪这件事情的一个认识 意识是有相关的 那如果比较直接的去探讨到说 如果是警察 跟所谓多元族群的部分 其实这几年来说 整体政策是有比较去做一个这方面的一个 在强调多元文化的尊重性 不管是说你说警校 现在教育课程有很多 新疆又很多对于这种所谓的移民政策的认识 那或者说现在的外语 他们又很去鼓励说 不管是东南亚族群的一个语言的学习 或者是通意的通意的使用 以及在处理到所谓失联移工这部分的一些政策上的简化 我觉得都是有去政府的整体政策来说 一直有再去尝试 要去改善移民工作者相关的问题 那跟我十几年前 从当警察的影响比较当然是差很多 所以说非常显著 但是你要说足目足够的问题 我觉得永远都不足够 因为很多时候是基于一个主体意识 说有没有真的去把它当作一个问题 你要说一种外市政策 在警察算不算是一个重要的业务 我可能觉得他不会是相关重视的问题 基于警察绩效主义的思维之下 可能他不会是警察的重点 实际上来说 他确实也不会是警察的主办业务 在我们政府可能是一个移民外事的话 他会放在一个移民使务的时候 其他出入境管理之类的问题 那也许说以劳工来说 他可能会参加到劳动部之类的机构 机关的主管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警察处理问题太多 那变成说我们警察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我们把很多事情都丢给第一线的行政警察 所谓的派出所缘去做 那我们都必须要去花相应的时间 以及资源去培养他们认识到这些事情的 处置重要性 以及相关的行政资源要提供给他们 那在这么康杂之下的业务 其实警察的业务都处理得很好 我觉得也是目前要去探讨到一个 机关功能的警察 以及警察任务的探讨 我觉得蛮重要 你刚刚谈到有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这个案子 其实在获报的时候 并不是在处理一个移工的问题 而是处理一个失窃的问题 然后警察到了现场 看到抛车的人 那他对警察这种所谓的回应 那事实上他可能就会产生后续的一连串的 执行的过程 就是我们在影片里面所看到 或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个样子 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很简化的是说 这是一个移工跟警察之间的冲突 我非常同意你这种看法 我想我们过去的一些观点 可能也都要去做一些修正 另外一个你也谈到是一个蛮重要的 这个所谓的假设是移工的话 那这个所谓的去抓 失联移工或是逃跑外来 其实应该是移民署的问题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单位的问题 可是好像把很多的重担 或是把很多的主折的事情 包括警察也好 或是我们社会的刻板印象也好 这好像是警察要做 但事实上他可能是其他的单位 他更要去负责 那这我们待会再会做更深度的一些讨论 不过我觉得我今天会访问你的原因 除了刚看到的 跟九强有关的 我们在做很多更多的事情 做更清楚的理性跟讨论之外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你出了一本书 就活得像穿制服的警察 我还猜人 我是警察人 这本书 然后里面提到了很多警戒的问题 那你有这么多 对警察有这么多意见 为什么还要 为什么里面没有办法好好的谈 还要出一本书 然后把很多的东西 非常的情义深重 用心良苦的罗列出来 然后其实我觉得蛮好看 这本书实在是太精彩 太细致 然后很多的细节 我们其实从来没有想过 先简单的请你来介绍一下这本书 这本书是今年而言之后 有保评文化出版 那也算是一个机缘 很高兴可以得到这个机会去 去有这样去讨论到警察议题 用这种媒体 这种书本这种媒介续探讨 在过去 可能是比较偏向网路的论书 或者是各界的一些邀请也是这样 那以一个书本的呈现 我觉得是能够先让警察变成 说我们重新认识到警察这个群体 嗯 为什么会是活得像个穿制服的人 其实这个书名那时候是 我有一个构想是说 这是一个可能德国在战后的一个观点 那时候德国大家都知道 二战前的德国是一个 纳粹 纳粹德国是一个非常高度体权的警察国家 那直到战后 他们开始有一个 Sather in Uniform 这样一个观念 就是一个穿着制服的人 他们开始把军警的一个政治权力 重新在这个疫情上面强调 如果你一张警察 跟所谓的人权脱离国共 脱离关系 那他们其实没有真的意识到人权是什么东西 嗯 他们只能补充国家 的命令去成为一个国家的疫情 嗯 所以我就觉得说 如果说你是说是警察 那我觉得你需要 需要让大家看到 在警察制服里面的那个人 他们是一个人 是这样做一样的存在 嗯 那探讨 那刚刚老师您提到说 为什么不在体制内提出 其实我书里面有写个故事啊 可以大概说一下 但是我以前在办 那个类似总务后勤业务的时候 我那时候带了单位 里面我们的枪柜 他是一个 已经年久失修 在我到那边的时候 他已经 他已经为警察服务事情 嗯 那其实按照公务机关的一些财产管理标准 他是应该要报备的 他公务机关都有多少时间 然后有一个报备的程序嘛 对 没错 没错 那也超过十年 那其实他也有很多的问题 例如说我们枪柜 他是要通电 因为他有关系到一些 里面的一些灯泡 还有警报器 所以他是会接线路 但是那个线路因为太久 所以他就一直漏电 哈哈哈 对 那个柜子本身是金属柜 警察枪柜是金属柜 所以他就会 漏电时候同事一样 开门就会被电到 哈哈哈 然后他那个 原本他应该是要用插销锁 他是那种 转门把之后 他会有上下插销去卡顺 固定住那个柜子 嗯 那个插销锁 他也因为太旧 所以他就脱落 嗯 所以你开门的那瞬间 那个卡顺可能就会脱落 那个门 然后打到你的头 天啊 啊 整体而已 也因为那个锁已经没有用 所以我们其实另外 用一个大锁再把它锁起来 那柜子 他其实不管是作为一个保存 或者说是警示的工程都非常的 已经非常微微弱 但是 我如果这件事情 我去 我那时候其实我对于柜子 我一直去提出反应 说这柜子问题很多啊 我跟很多 我跟很多支柱长官 或者说是上级业务 再回去提出 我这柜子我需要换 嗯 但是他们没有什么改变 那我只要跟我一签上去 他们就可以跟我们说 请继续使用 嗯 嗯 但是已经过期了吗 还在持续使用 对 他已经超过年限 反正就是有各种理由 例如说 预算不足 本年度 我会编列预算 反正就是我一些 一些大十以下 跟我的回答就是这样子啊 嗯 那 我说 我就想说 如果内部反应真的那么有效 那我到底要写几份工 我才能把我的柜子换掉 哈哈哈 其实 其实要说来说 其实过这些问题 过去 其实都蛮常在 不管说直接对长官体验 或者说是列额 比较过去想常用的是投诉报纸 嗯 或者说是网路商业讨论 因为我觉得如果 整个上级真的重视这些问题 他大可以好好的把我们全部集合起来 然后好好的问我们 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 嗯 那就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而不是就是一直偷下去 然后知道说真的发生问题 真的出事情 真的有人为此牺牲 那我再来说 我们再来开个会议 来做个结论这样 嗯 那我觉得问题 其实内部 是真的没有意识到 还是他们 只是 你讲过打的打都没有发生 嗯 我觉得某些事情是可以让公众来解释的 毕竟 警察行政他是个公共事务 他在很多时候 就是公共议题的讨论 跟其他相关 那人民跟他们的切身相关 如果在一个民主治理的角度的话 这些事情都应该要被民众讨论 就像前面 探讨到一个 我刚提到密度器的问题 密度器来讲 在密度器影像 在美国很多州 他们是要被强迫公开 给公众 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公共记录 是警察部门 代表官方的行动 与民众面对面接 做了一个 决策的回应 你使用了枪械 那这些东西都应该被公众给解释 你唯有开放的资讯 可以让公民去了解到这些资讯 这也是一个宪法资讯权的一个真理 让人民参与公共事务的 首先要让他们知道这些事情怎么发生 这些事情代表什么意思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一个观念 其实我也常在讲说从事公共事务的人 他不是在做害羞的事情 所以你既然做了公共事务 你代表是某种的公权力 你就要跟大家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 然后你做的事情要被大家检验 所以包括密度器 甚至在这个国家机关里面 看到的 刚刚谈到警察机关里面的一些 做的这些可能已经不合时宜 甚至有某种怠惰的状况 他都是要被检验 不过我很好奇 就是我们待会休息一下 再继续跟你讨论 我很好奇的是说你写的这个公文 写的十几份 20份没有用 你觉得你出书就会有用吗 我觉得 那你先上好了 是啦 我觉得其实很多事情 就像你说我在里面 说里面讨论的教育训练 这些问题 出书过了半年 很多事情大概都跟我出书前世一样 我觉得来说这是一个整体意思的问题 也许其实 我先以警察族群来说 警察族群过去一定有意识到这些问题 但他们可能思考问题的角度跟我不一样 那透过我这样写书 我可以完整的呈现一个系统性的思考给他们 那我们从他们重新认识到这些问题 以及说这些问题来说 那可能大众的话 他可能是事实上说过去大众对警察是不了解的 他们可能跟警察有很深的互动 但他们对警察内部是怎么去想怎么去做 其实是不了解的 那我听了这本书 可以让大众知道 警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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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 那你觉得这样的回应是震荡的吗 我觉得社会公共议题 它都是需要公众去做一个尝试 它是需要更多的运作参与 它不是只需要一个人 两个人能够去做改变 如果一个人两个人能够做改变的话 那這樣的改變他比例不會長久 就像之前我們有一任署長 他那時候做很多改革 他可能例如廢除春安專案 然後重新檢討 齊居查查這個勤務 但到了今年換了一個署長之後 他又重新把那東西全部都回覆了 所以如果這個改革 他不是真正發自我們大家的內心 是一個集體意識的串聯 然後認為說這是我們共同的願景 要去實現它 那這樣的改革終究會被另外一個人在推翻 我想藉由這些媒介傳達 讓大家去死亡一些問題 如果我提供的觀點對大家覺得不錯的 那就從東東去做到我們的共識 我覺得蠻重要 其實我們常常在做這些討論的時候 就很想要做一些事情 但是其實要進步其實它是很緩慢的 就是他常常就必須會進了兩步 然後退了一步 甚至有說是進一步退兩步 那個其實是反而會有自己會很大的 這種挫折跟受傷 那這其實但是不管怎麼樣 就像你在書裡面一直強調的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社會對警察有很多的期待 但是對警察的了解太少 那我們在下一段的節目當中就要請 這個論語來跟我們介紹這一本書 不過剛剛談到這邊 我想論語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就是大家記得分享我們的節目 因為這些事情要有更多的人知道 我們才有更多的這種改變跟可能性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過頭來討論相關的議題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會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 管中翔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民行動 已經進入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 帶大家了解到一些正義心事件 背後值得我們要關注的議題 我們有Podcast頻道 有YouTube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透過你的捐款 才能夠讓獨立媒體走的更遠更好 讓我們持續能夠一起聽見微小的聲音 今天在節目當中跟大家訪問的是 一位基層的員警王倫宇 倫宇你好 老師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倫宇最近出了一本書 叫做活得像個穿制服的人 我是警察 事實上我們在上一段節目當中 應該有跟我們在上一段節目 跟他提到大概在5年多前 我們其實就訪問過這個論語 那其實那次的訪問也讓我印象很深刻 那其實這本書裡面 其實也談到蠻多是當時我們訪問過的問題 所以剛才在5年多進步有點少 不過有個問題我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跟你可能直接切身相關 因為你在當時接受我們的訪問的時候 你有提到說 在這個警察的 雖然在勤務的條例上面規定的上班時間是8個小時 但是其實各個機關的編排是12個小時 為原則作為勤務的編排 然後中間會有輪修 然後班跟班之間的間隔 可能是有 只有這個4或8個小時 相對勤務高壓高張力 然後需要很多精神體力來去處理這些 這些所謂的警察相關的業務 或是很多社會事 警員相對休息時間較少 然後精神 精神不見的狀況之下 他可能要直接的去快速的去面對 這些應對 這是我5年前的訪問 我們當時做的一個紀錄 可是我想要問的是說 那這個問題改善了沒有 事實上你的書裡面有在提到這種過勞 或請募非常 龐雜的問題 然後其實你也提到說 其實我印象裡面 你在書裡面說 你大概一天大概平均10歲5個小時 然後大部分都是uncore 所以如果把uncore時間加進來 你的時薪有算過嗎 還是時薪是多少錢 這種公辭黑術的問題 很難說 因為畢竟沒有被交到出錢 就是沒有被交到出錢 我們所謂uncore 他也不會真的是說 就是他一個uncore 他就只是我打電話 你要你人要到這樣子 你就是學生都隨到嘛 就緊急的請募 你當然要出來 不出來 事情解決 可能也會被人罵 當然也是有那種 就是更明確的待命的知識 例如說之前來說選舉 然後特勤 或者說像之前有些抗爭的時候 就會直接被要求說 休假不能離開的服務縣市 這樣子 那就直接更直接的待命要求 那到底你說公辭黑術的問題真的很難說 就算我現在來說 很多事情也不會上班 下班就直接結束了 嗯 像我們準備出勤都要花很長的時間 那很多時候都被要求到在整點準時出勤 其實我前面就要花20分鐘 我來準備上班 嗯 其實像可能在很多國家 我們都會把這種所謂的備勤 準備出勤時間 ready to work 這種時間算在公司 但在台灣是沒有這樣的一個制度 所以 這事情 花工服員 這個機師也是做過類似的抗爭 就是要待命 然後他們可能 從家裡面到公司的時間 到機場時間 其實也是很長 那他隨時拿著就要準備好 所以其實要說這問題改善 其實我能說這種事情 以警察公司來講 最直接就是大概三年前 三年前那時候是大法官 是第七八五號 那時候對於警察的勤修威力 做了一個很 很大的一個突破 開始把他去納入到所謂的健康權 跟普通資權的探討 所以這個是一個你要基於人性尊嚴 我要給他一個去做調整 那在三年後的現在 我們確實有去弄一些請修規定 去丟要求 例如說我們原本說 中間輪班間隔 可能原本是8小時 那現在法律要求說要有11個小時 那或者又說 我對那個大法官說 你的超時補償不足 你應該要給更高的加班費評價 這個大法官都做出解釋 但實際上有沒有真的落實 你剛剛最後講到加班補償就好了 實際上我現在是完全沒有任何的進展 就是以正常勞工來講 你出勤超過8小時 出勤到8小時 就是要做一個侵入加成 1.25倍 1.5倍這樣的一個成數 實際上國外來說 在警察有一樣的要求 譬如像你可能在日本警察 他們就有說 出勤超過2小時要有0.25倍 出勤超過4小時要再去加上去 像英國他們可能就直接說 超過時間都是1.5倍計算 那你假日停休就2倍率計算 他們有更多的規定 其實這種所謂的加班補償 一個部分就是 一個是肯定勞工 他在正常工作時間超過付出 他應該要去給予的補償 另外一部分 他也是約制雇主 約制資本 他不能夠去 持續增加上限 假如我加班費 付的跟我平常給 比勞工薪水一樣的薪水 那這樣對雇主都沒有任何約束力 他不會感受到我去把勞工停休之後 對他退後才有什麼壓力 但實際上來講 你要說緊張現在的所謂的加班費 其實就是非常低廉的輕視計算 因為我現在工作超過10年好了 我加班費大概210塊 你說一個小時 對 實際工作大概一個小時210塊 甚至來說 可能新畢業的警員 剛畢業出來 他的加班費可能只有170塊 比一個所謂基本工資的實際 170塊還要低 所以我都跟我們剛畢業的學弟妹講 幹嘛要加班 如果你真的想賺大錢 你為什麼要加班 你可以不要加班 然後去個飲料店工作 都有1180塊 會不會有些連加班費都沒有 是換成加獎之類的 這個還是有再去討論的問題 但上半年之後 就有很多機關還是用那方式去做 那警政署 這大概下半年之後有要求說 這些所謂的換加獎的事情 他不能夠現在來講 他是有個法律層次存在的 是不能夠直接去使用 那必須要無法補償 才能夠直接使用 但是問題在於說 這些所謂的上級的約束 對於下級會有效果嗎 舉例來說你說 對現在來說 警政署的規定是說 不能夠就是排班 要見隔11小時 要讓員警休息11小時 但很多地方其實還是做不到 那變成說他們 變成說這些監督來說 真的對 對他這些首長有產生他們的約束力 其實畢竟你其實在我們來 整個所謂的警察公使發知 他沒有對雇主有一個明確的一個 算是強制力好了 為什麼勞基法 他有相對於說 因為他有罰則 他能夠苛責於雇主 不能夠有不當勞動行為 不能夠有違法海盤 或者說違法不給人家 不給你薪資 但是在公務法 公務員法其實並沒有這樣的一個苛責 機制存在 所以你說這些法規定的很漂亮 那這是法規的層次 但是他在執行面就會有這樣的問題 再者是比較在經濟好論是 其實這些規定都變成是一個 行政機關的一個法規命令的層次 嗯 這些所謂的公使法規 是由警政署 定完 報內政部核准實施 OK 所以 那這一個為什麼 這其實等同於說 勞基法授權雇主自己修法 然後報告給勞動部核准 嗯 這是一樣 如果今天你把資方跟 這一個 這資方跟監督者角色混為談之後 那個如果其實就 完全沒有辦法提到真的監督效果 嗯 所以為什麼勞基法 他會把所謂的公使 或者是加班的 倍率計算 都直接用明文的法律規定 因為這是很重要的事情 對 如果你把它授權給行政機關 或雇主的話 他就會長成一個扭曲 嗯 但是目前的公務員法就是這樣 我們警察 警察募制度他就是這樣 他一樣是授權給警察 機關自己去訂定 所謂的公使上限 或者輪班驗制 啊 這樣的話 他能拿到當作大法官 失之所要求的效果 嗯 所以他也不太容易違法了 就是如果 他可以执行這個也不太違法 但我 我發現快違法的話 那我直接修法就好了 反正我自己同時握有的行政權 立法權 甚至我還有自己自己解釋規律的權利 那其實等於是 就是一個一個完全機關 就是求證旁證都是我的人 可以這麼說 哈哈哈 這是我們看到那個這樣好了 某種程度上在形式上 我們看到有一些在薪資上面的改變 或是有些規定出來 可是在實質上面好像並不如人意 甚至他可能 更維護了那個既有體系的這個權利 當然就會變成是警察在整個勞動的 國家勞動的定位裡面他到底是什麼去看待 就是他是不是一個勞工 或是有沒有用勞工的相關法規 那即使是一些行政的辦法 這個行政辦法有沒有被監督 還是自己跟自己玩 那這其實就會有很大的差別 就是好了就算你是要變成 你覺得他不是勞工 那變成是一個行政機關 那行政機關的 定的這個辦法 他可執行性 他的合理性 他的被監督性是什麼 這也要更充分的一些討論 那不過除了這個所謂的工時的問題之外 或是這個勞動的問題之外 其實造成勞動非常的疲於奔命 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績效主義 也是這本書的重點 那其實也不是只有這本書 就是我們節目 其實這十年來訪問過三個警察 這三個警察 幾乎都講到同樣的一個問題的真點 就是績效主義 可以談一下績效主義嗎 舉個例子來說 這個績效主義 到底對你們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那但是我又很好奇的一點就是 那如果沒有這些績效主義 或是沒有去打這個績效 那我怎麼去評鑑一個警察的表現的好跟壞 就好像大學也常常會有所謂的大學的評鑑 那我們做老師就是說 你評鑑很不好 可是如果不評鑑的話 其實很多人就說 你們大學老師有些在鬼混啊 不做研究啊 那有這些評鑑有這些績效 其實就是讓這樣的一個體制 或是這些人是可以更進步 或是某種程度被監督嗎 那如果不用這個績效主義 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嗎 我先用一句我鄭大老師的說法 很多工具不是不好的 但如果它變成主義的話 它就是不好的 主義它會意味著一種意識形態 或者說是一種能夠把它作為一種 但是績效它本身是一個管理工具 這個在很多我們所謂公共行政討論 我們所謂討論到績效管理的問題 那績效本身來說 它不是在它的設計之處 它不是要平和個人的表現 它重點是在於說 你的公共政策的目的有沒有達成 你制定的政策 你應該是為了某些公共利 一些社會價值的實現 或者說是某些特定的利益要達成 那有沒有達成它 很重點 但是在於這幾年來說 從過去以來 警察在所謂的績效管理的部分 他一直都用所謂的量化指標 用KPI也好 或者說是 KPI去制定某些可能行事或交通的績效 那可能是一個量化的目標指說 你這個月要有多少人達到多少建數 像剛剛講到移工 可能過去就是所謂的想案 想案專案 所以每個月要差多少移工 對 那如果你用數字 當然用數字衡量的話 我有問題 首先 第一個是說 你就是把人民當成數字 你就是把這些 原本應該要去審卒他們的情況 去仔細判斷這些案件 然後把它當成一個數據統計 這樣的話 對於案件的品質沒有幫助 所以在之前來說 很多的地檢署們就有批評說 警察的案件 辦案品質非常差 但是這個警察有什麼影響 沒有影響 對警察來講 我教我把案件送 把人送去地檢署 難道一張人犯移送的書 那我就當作我的績效 所以在這幾年 其實都一直有所謂的監察 或者是媒體去反映說 警察辦案的品質問題 甚至也一直被彈劾 但是 會有影響 對警察來講 沒有績效的影響更大 就是說你抓的多 但是不代表你的品質好 對吧 簡單來講 就是所謂的 你就是把它完成 這個數字 達到這個目標 然後把這個數字填滿 然後送到地檢署 可是怎麼抓到的人 然後這個過程當中 基本的審訊 或是基本的資料的收集 有沒有問題 這可能就是一個更重要 去評價 這個警察好或不好 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對 再來是說 警察這樣的績效主義 會導致很多人 他們覺得績效而知吧 嗯 這就像 可能今年上半年 比較主要就是潘老師這件事情 那個 一個舞蹈老師 在桃園 他被 被警察壓制 後來被判決 尾巴的這件事情 在於很多來說 警察如果今天他的行政目的 是為了績效的話 他就無法真正去做到 所謂的一個人權的評論 嗯 那他的職法目的就說都改變 他不是為了社會自然 他不是為了維持某些 什麼的一些所謂的社會安全 或者說是所謂的防止危害 他是為了績效 他去做他的干預 所以為什麼說這樣的東西 他就產生到警察 他去辯職 他行為就會辯職 所以在很多時候 批評就說 被講到業務員一樣 他就這樣就只會績效 去做這些事情 想辦法去拉 就像我最近有聽 最近長官長 長官都會說 你們只要多盤查就好了 多盤查就有績效 那這就跟業務員多去 多打提供電話 跟或者說是推銷員 多多去拜訪 那這就是老闆 那一天都有交 業務員的地方 你會覺得很煩 一天有沒事被林姐被盤查 你會覺得我到底幹嘛 我又沒有做什麼事情 所以之前李永德的事件 就是這樣子 警察推銷 不是只有敲敲門而已 他是可以證件拿出來 我叫你吹兩口氣 我這樣 你身上我東西就有看一下 如果警察他們這些行為 沒有去做到一個 真正的法治的要求 那就很容易強調偏差 但是績效 但是績效主義之下 長官就在比警察違法 因為剛剛就說 都盤查 那為什麼可以盤查 大家都不知道 為什麼要盤查 大家都不知道 我只是看看有沒有績效 但這就跟當初法律規定 你說你可以盤查的理由 查了10萬8千元 所以美國他們在過去 一些所謂的警察管理 他們就只能強調 警察不能為了績效而止 很多的州 他們直接明定 你禁止用量化指標去評和 評和原則 禁止去設設地預期目標值 不會像警察 不會像台銀行說什麼 你這個要有30件酒駕 你今年度要有800張行人違規 他們是不會 他們不禁止這樣做量評價 法律名文禁止 他們的認知就是說 禁止警察 不管說警察也好 司法也好 他不能夠為了達到行政標準 去行政 如果今天法官 還有個所謂有罪判決率的評鑑 那就很可怕了吧 對 但是警察 那警察卻非允許這樣的一個評鑑 那這個就是大的問題 所以你回家說 要考核警察的問題 像美國 直接用實務為例 外面 官方的考核是重合性 評鑑一個原警察過去的 可能他的報告的能力 如何 他有沒有忠實的去反應問題 然後忠實的去 然後去旅行他每一件植物上的要求 他的裝備操作能力如何 他的文書能力如何 他對於法治政策的理解如何 這個綜合性的評鑑 所謂的考核 所謂的那種考機考核 他應該叫做去評鑑一個 與公務人員 他是不是失任 或者是如何讓他更進步 對 應該要有的標準跟要求 他是不是失任限制 他是不是要去 他是不是更是 或者說他更能夠往上 去做更高的職務 但如果你今天只用績效指標 就很想說這個人抓很多萬件 所以他就死了當長官 他其實沒有相應的行政能力 變成說他這樣的管理 就只會去落實 去套用他所謂的 這種績效考核的標準 去追求這種量化的績效 去鼓勵同事這樣做 所以如果把打擊犯罪 或我們看到黑幫點當中 是老大把小弟推出來 反正我就是有人抓 我的達到量 但是是不是真的犯罪者 或是背後的主持者不重要 最好是我把我該天的500人 300人200人數字填滿 他是老大還是小弟 不知道反正他有人就好了 有數字就好了嗎 就變成說這樣最近來說 這幾年交通的交通的議題 一直被重視 很多人想說行人地獄 或者說是所謂的一些什麼 什麼山道猴子 這些比較重視交通安全的議題 那如果今天政府的回憶 一直都只是說 那我就多加強制法 其實並沒有真的解決掉這些問題 為什麼會有所謂的那種行人空間不足 那就是在某些交通 甚至是都市規劃出的問題 對 或者是交通工程他設計不良 但是如果你日子強調 所謂的量化的呈現 就變成說我拍了很多把單 那真的有什麼問題解決 是啊 我自己可以每天都去開 我自己的群座路上 每天帶一個定點去開發單 但是真的問題就是警察走了 他就繼續有人違規停車 那你要說這是什麼 但是你要說是什麼 那就是我們表示我們的停車管理是有問題 對我們對整個空間的應用 空間有問題 對 那如果你日子要求去執法 他都沒有辦法根本的解決問題 他就只是讓另外一個人被懲罰 這就是所謂的巨箭法 就是你沒有真的把那個箭的頭 把它拔出來 你就把那個後面的棍子把它 喊掉就以為看不見 有看就沒有 但事實上那個問題可能是更糟 或是甚至會出現更爛的這個結果 那當然我們看到的績效主義 或是我們剛剛談到的過勞 那其實都是造成警察負擔非常重要 但是我覺得還有一個 一個造成很大的這個勞動的太過於密集 其實就是我們在 剛剛前面有提到說 你們其實都要去幫很多人去做 這個所謂的業外的業務 就是他可能不是你們直接的業務 但是你要去做 那這個其實跟之前 我們看到消防員去捕風捉舌 那是一樣的 就是他本來就不是要做捕風捉舌 可是農業部門 他就說你來幫忙 那也經過了抗爭之後 他有一點點的改變 那有些縣市已經達到 完全不叫消防員做 但是有些他可能又 各式各樣的變形都跑出來 那可是這個退一步來看 我覺得這也不是警察的問題 不是一個消防員的問題 甚至也不會是一個移民署的問題 因為移民署 他的人力也沒有那麼多 你要加做這麼多的業務 他恐怕也很困難 所以他事實上會是一個 整個國家公務體系 人力都不足的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 你怎麼去看呢 你同意這一種看法嗎 就是他不是個別警察問題 而是整個國家 可能在所謂的新自由主義之下 或是在公務體系 他就是不補人 那這個會造成更大的公共服務 就會出現很多的狀況 跟所謂的衰敗的現象 我覺得整整理趨勢是有這樣的呈現 現在來說很多的公職員員 他們也不會把公務 公務工作當成是一個很準 當成是像過去那樣子 是鐵飯碗的思維 其實這幾年很多縱官去考 發現說給公務員考試的人數在降低 甚至警察考試 警校錄取的人數 報考人數也在一片低 我覺得 就導致這樣 因為我覺得蠻多的 那重點是在於 今天就在於說 其實你要說台灣真的是沒有所謂的資源 承受 撐得起更多的公務人力 好像也不是這樣 畢竟我們都很多的錢可以去做建設 或去辦活動之類的 所以 這其實真的是蠻詭異的 那我覺得如果你今天真的要去做 進一步的去 討論說公務人員的人力問題 那你真的要達到社會公司協力的效果 那你大概可以 一定是部門的資源去完成這件事情 舉例來說 像鄰近的日本 他們就一直想要把警察工作去做一個簡化 他們就會把例如說 那種 我們稱之為那種所謂的 群聚問題 那種遊行活動的群聚問題 他們就把這些 失去為這個工作 外包給了保全業者 你主辦單位要自己去承擔你辦活動的安全責任 然後你要去聘僱警察認可的保全業者 去執行安全回護工作 那這大部分來說 他第一個是把責任回歸到的主辦者自己 你要主辦這樣的活動 你要承擔這樣的責任 再來是他也是藉由私部門的力量去填補公務部門的部署 也避免了公務部門的資源為個人給使用 你不能夠套利特定廠商 不能夠套利特定的業者 那你為什麼可以幫他站崗 這是很奇怪的一個事 過去的資料有一個問題 那現在就是你要自己去負擔你的安全責任工作 像美國他們也是你可以聘用 未在勤的警察去協助你的工作 那你不能要求警察出勤 因為他們的國際在這邊 那說像是說在所謂的交通違規曲例上 在國外他們很多都把所謂的違規停車 這種靜態違規的曲例交給了所謂的第三方來做 這樣日本就所謂的註冊監視員 他們可能是國家認證職的一個資格核 然後我們就得外包這個產業 不是那個道德魔人 可以這麼說 他們的機構在做這件事情 對變成他們就變成是一個 解決達人就是有一個公司化的這種做法 沒錯沒錯 其實在美國他們有大量使用輔助警察 可能像在紐約5萬個人 5萬個人警察 他們也沒有將近大概1萬個人 這種輔助警察存在 是可以直接協助警察去做這種 檢疫的工作 例如例行的文書 或者說是單純的一些 比較沒那麼激烈的 比較不會使用到警線上的 整人辦的解送之類的工作 所以如果你今天真的是要做到這樣 那你就徹底落實我們的公司協力模式 你就直接把工作做到這樣 但是實際上現在就不是 現在變成說我們一方面是要說 所謂的第三部門 但其實又沒有讓他們真的去 去承擔那些政府的功能 那就是把業務複雜化好了 這個是蠻重要 就是要嘛你就是 擴大整個公務體系的這個能力 然後讓大家好好的來做 就國家就來負擔 那如果你不想要國家 你覺得國家好像花那麼多的錢 或者是你也沒有錢的 那所謂的民間社會民間的團體 他可能也會有他自己的能量 跟他對社會發展的期待 對他就可以這樣子做嘛 對嘛 嗯 但是實際上來說要說為什麼 我覺得這是整個成本效益的問題 其實就是回到前面前面公務人員的 前行期的待遇很低的狀況 嗯嗯 我們舉個例吧 你你叫一個 假如你 以異交來協情這件事情好 嗯 交異交來協情 現在現在的所謂的 協情費不低 大概都220-250塊 可能直下是這樣規定 嗯 那結果你警察的話 我假販費只要170塊 嗯 那對於政府在使用人力上面 大家會選擇會怎麼選擇 那你使用更低的公務人員 對啊 嗯 其實沒有根本解決的問題 這表示公務人員整體的待遇問題 導致他們繼續讓公務員承擔 是一個成本效益比較好的選擇 嗯嗯 這的確是一個國家 越來越自我削弱 工人會產生的這種後果 但我們不是講到什麼大國家 而是基本 我覺得台灣沒有什麼大國家 這個問題是 該基本的這種所謂的公共服務是不足的 不是說我不是說國家權力要變得很大 而是基本的公共服務 這所infrastructure 這些我們的基本的這種 人民的民生的需要 這個都應該是最基本要有的 這個成本上面的負擔 那當然這本書你也提到了 怎麼去改變了 當然剛剛也提到一些方法 或是一些策略 其他國家的例子 你也舉的非常非常多 人家怎麼做 我們可能可以怎麼做 就是你也在強調一個東西 就是所謂的集體的意識 就是這種集體改革 然後內部的這種所謂的民主化的過程 可是我們也知道所謂的警察 軍人或者是學生在過去 被認為是沒有自由的 那現在學生自由 可能比警察跟軍人大很多 可是警察還是一個系統 這個系統裡面他其實要維持 或者是國家的安全 或者是某種社會的秩序 他必須要所謂的系統化制度化 甚至所謂的命令的傳達 所以那個服從性 就會被認為是比較高 那可是這樣的一個所謂的民主化的改變 集體的改變是有可能的嗎 在這樣一個系統裡面 我會認為他是必要的 實際上我們現在的系統 他就遇到很多問題 我們只是假裝他沒有發生 假裝他都是個案 對 台南的警察遇到電視警察遇情不好 鐵路警察遇到電視警察 事情是因為遇情不好 那阮國飛這個案件 是當時移工的問題 其實我們很多次 嘗試把它在個案化 他沒有去意識到整個系統系的狀況 如果真的去檢視去結構 去做一個完整的批判 就會發現這個系統他本身就不行了 他是一個持續60年 警察法 只是60年之後幾乎是沒有改變的 如果我看到德國 德國他們幾乎三年就會修飾他們的警察法 因為警察 他本身是跟社會密切的連結 就跟老師你前面提到警察的 在不管在抗爭上面的活動 就會想到整個社會議題的發展 所以警察他的這個角色 他本身是跟社會密切的連結 他的一舉一動 都會對整個社會有生存 或者生存的影響 那德國就意識到這樣 他們就必須要不斷的調查他們的法律 他們的警察法三年修一次 警察執權行使法兩年修一次 但是相對於台灣 其實我們的法律都是很久以前 都沒有變在變過 現在我們的警察法還是繼續維持 規定的說什麼衛生警察 環保警察 那種很淌灑的警察架構 那個幾乎是那種 基本上就是上個世紀的公法 公共法思維 差不多就是那種威馬時期 那種過多少納粹時間 那種國家機構的法律規定 那這個其實不符合於是 他需要更多元的意見 前面講多元的意見的呈現 能夠去把問題呈現出來 所以我認為一個 如果去落實組織內的民主是很重要 你必須要讓裡面的聲音可以被重視 嗯 不管是公民的聲音 或者是基層的聲音 他都是 這真正社會上第一線發生的問題 嗯 是我們看到的問題 我們提出來 那政府要怎麼去做改變 政府要怎麼去做這些問題 如果你一直都去維持這種官僚 政治技術官僚 就是基層的轉變 我覺得這就是去強調說 一個真正去服了社會上的期待 真正的一個共同的意識 才是出了這樣的事情 嗯 那警察也不能夠避免這樣的一個 的一個浪潮 他必須要去做改變 不然的話就會跟 不然就跟美國之前那種說 背景運動的時候 就會一樣的問題產生 嗯 這的確就是一個改革 其實基層很重要 就是基層通常是一個最實物的第一線 他會比較知道問題在哪裡 那能夠讓這些聲音被反映出來 這個系統才有改變 或是邁向更好的可能性 要不然都是由上面的人去做 呃指揮命令 甚至法令也就是由上層的人去修改 這個問題當然 呃不只是不符合民主的精神 他要去做出一個好的法令 好的辦法的制度 那當然都有困難 不過他的前提是要讓大家可以說話 啦 大家可以去表達 那當然你也提到你在這個 體制內要去表達一個公文 寫了這麼久也沒什麼改變 然後是不是寫了這一本書就會改變 也沒有 你也沒有什麼太大把握 但是但是好了 不改變 那會不會擔心秋後酸炸 就可以說 就是不講就沒事 寫了之後 秋後酸炸 然後影響升遷 你會擔心這個問題嗎 是不會擔心啦 因為要說被特別標記之類的 我應該也算是警戒裡面算有名 黑名 如果要特別名單的話 我應該 我應該絕對名列在上面 對我來講 我只是比較在意 我真的要擔心什麼 我擔心說 我的這些觀念 或者說我的這些想法 沒辦法傳遞得更多 沒辦法去建立更多的 我現在為什麼會想去精修 就是我希望我把過去這些社會科學 引用或者說是法學的這些最新的觀念 把它帶入到警察裡面 那也能夠把警察的問題 帶到社會上 讓所謂的更多的檢視這些問題 在過去來說 警察一直都是很封閉的 不管說是行政上也好 政策上也好 甚至在學術研究上面 都是相對於封閉 沒有更多的刺激去做改變 那我希望能夠把外面的東西帶進來 把裡面的東西帶出去 變成一個橋樑 能夠去溝通這些東西 那終究來說 讓我回覆到前面的一個 真的去落實到能夠讓民主的意見去傳達 一個言論自由思想自由 才有可能改變整個體系 而不是在過去那種威權式的家長階層管理 那對我們社會是沒有幫助的 今天非常謝謝倫宇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讓我們對警察有更多了解 就像你在書裡面強調說 我們對警察期待那麼多 但是我們要不要進一步去了解他 我覺得這個了解體制內的 這個生產的過程 或者說這個工作的這種狀態 我們會對他們更清楚 不是說你一定要去支持或是反對他 而是當我們更清楚的時候 我們才知道下一步應該怎麼走 就好像我們剛剛談到的 從一開始談到九槍的例子來講 這個警察要去做改變 然後假設要去再防止這個問題產生 我們總是要看到那個影片的本身 到底是什麼嗎 而不是純粹的紙上談評 這就是一個資訊透明 或是彼此認識非常重要的一個過程 看見彼此才有可能讓這個社會是更進步 謝謝倫也謝謝你寫的這一本書 活得像個穿制服的警察 對不起 活得像個穿制服的人 我是警察 好我把它唸完了 謝謝這本書 謝謝老師 不太好唸 但是書對我來講不太好唸 但是書很好看 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跟你請教相關的問題 但是不要太悲傷的事情 說的一些可能更在制度上 有一些進展的狀況 好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 謝謝老師 再見